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到底是谁 现在 在你身边陪着你的人不是我 可以爱着你的人也不是我 你不可能不知道我已经完全离不开你了 我会报警的 你离我远一点 你不要靠近我 别碰我 个疯子 变态 你还记得吗 当时就是这样握着我的手 那种触感 就算隔着一层布料 我也能清晰地感受到你的温度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你也是这样看着我的 那种眼神 那种表情 求求你 求求你放过我 对不起 以后我做什么都可以 你放过我 你 你是不是没张眼啊 就在这干站着呢 你在干什么呀 你还记得吗 那个时候 你一把把他拉开 见我自己差点摔了一跤 是你啊 原来是你 我不要再说了 你这个变态 我 为什么必须是我 求求你放过我 他呢 他怎么样了 我问你 他到底怎么样了 不过就是一个破玩偶吗 那么宽心他干什么呀 你每次都这样 真是的 你没事吧 你这太过分了 你看看 你把别人都弄倒了 我扶你起来吧 真是不好意思 那是你第一次握着我的手 那种触感 就算刻着一层布料 我也能清晰地感受到你的温度 你的表情慌乱 但是又非常可爱 身上的味道 我感觉现在也能闻得到 还有我最喜欢的那双眼睛 你没事就好了 那我们先走了 再见 你怎么这么小气啊 明明是你把人家撞倒了 来 洗一口 你不要生气了 你很喜欢气乐吧 这个月你来了三次水族馆 一次是7月2日上午9点15分 一次是7月10日下午4点23分 一次是7月27日晚上8点10分 你呀 一遇到我就会打招呼 一遇到我就会打招呼 我为什么要遇见你 你 你就活该摔倒在地上 你这个人渣 你到底把 噓 那天晚上你是一个人吧 他为什么没和你一起来啊 你对我说的那些话他知道吗 不管怎么样你都不应该一个人接近我的 他对我说那样的话 有那样的眼睛看着我 小启文 你很辛苦的吧 我看你一直一个人在这里待着 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工作 你说 人真的可以坚持每天做着同样的事情 看着同样的人 还能有着同样的感情啊 其实我有的时候挺希望 他能像你一样做好了 啊 对不起啊 我一个人在这里自顾自的说了这么多 可能是因为 我明天就要结婚了 所以 有点焦虑吧 我每次焦虑的时候 都喜欢到这里 感觉 没关系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你和他拥抱 千吻 恶心 真脏啊 你看他的那个眼神 他平时了 确然还这么恶心的人长 你却用那种眼神看着他 我 我错了 我和你在一起 你想怎么样都行 放过我 求求你 我求求你放过我 我没关系了 他没法找你了 他就算知道你不见了 他也不会来找你的 对吧 毕竟 他就是那样的人 求饶的时候 语气都一样让人恶心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在你这里 你把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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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我的东西 这个话让我服一样 你最好不要逼我 这混蛋 你不得好死 你不该反抗的 我离不开你 也离不开这个玩偶 不过没关系 我把它补好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 人渣 傻儿狂 该死却是你 我早该把你这 该死的玩偶 给死 这又不听话 你看看你现在这副难看的样子 就像那个畜生一样 我不会再让你离开了 这个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看得见你的眼睛 包括你自己 你哦 你自己起来 估计 你 我 鸟 阳 拜托 我 我 你